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茶餐厅吃早餐 一定会吃到这个炒滑蛋 但这个炒滑蛋怎么做得好吃 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教你 鲜奶炒滑蛋 材料有 鸡蛋 牛奶 牛油 秘缺很简单 记住分半钟 首先开中火 加牛油 融光了 现在放蛋 一放蛋就继续 不停地在中间 打圈打圈地搅拌 在半分钟的时候 然后再加牛油 再加多一点 一半奶 好 继续搅 哇 很香的牛油味 不是开玩笑 在一分钟 你见到它已经 七成 差不多七成熟了 再加牛奶 好 好 再十秒 你见到它呢 水已经收光了 不要太干了 刚好 等一分钟 关火 立即上碟 好 完成 小姐 你这个鲜奶炒滑蛋到了 快点吃 很香 好 好吃吗 挺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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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 奶味重 不会过老 看到还有点点蛋 汁真的有挺有层次 嗯 嗯 有进步 那我以后煮给你吃了 是这么好吃 有阴谋 你每天来我茶餐厅 你又煮给你吃 你吃吧 你吃吧 我试一下 好好吃 你不吃我 我吃 不要浪费 我吃你 你吃吧 吃吧 那么不舒服 巳 你 就是 我 全部 最女孩 一直 全部